我们看到这条题 这条题问我们在DMA方式传送数据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破坏什么内容 所以CPU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你CPU想要正常工作 我们必须要保证什么呢 保证CPU内部所有的这些寄存器 对不对 不管你是什么寄存器 比如说什么数据寄存器也好 通用寄存器等等这些都好 我们要干嘛 保证它们都没有被破坏 那其中呢 ACD这三个呢 只不过是寄存器中的某一些寄存器 太片面了 只有B选项可以概括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边讲了 程序寄存器和寄存器 那其实程序寄存器这个东西 本质上也是一个寄存器 所以说如果只是给你一个选项 说寄存器那也是对的 就是因为没有破坏我们的寄存器 所以我们的CPU里面是完整的 它可以正常的工作 当然仿存储外 因为这个时候DMV在传送的时候 其实DMV控制器已经占用了我的内存 那么我的CPU就不可以在同时进入我的内存 不然会产生冲突 所以这套题正确选项呢 应该选择这个B 这套题讲解结束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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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选项